你怎麼這麼苦惱呀? 我在想,一間學校裡面有這麼多人 但法團校董會就只有六個人 要管理整間學校,真是不容易呀 其實法團校董會不只由六個人組成的 如果要達到教育條例所定名的組成規定 即是各個校董類別人士包括辦學團體、教員、家長、校友、獨立人士和校長 都有代表參與法團校董會 一間學校的校董人數一般都會有十幾人 那一間學校的校董人數可不可以超過二十人呢? 教育條例是沒有限制校董的人數 但如果法團校董會的成員過多,就可能會造成運作上的困難 此外,我們都要留意教育條例 都規定了辦學團體校董的人數 是不可以超過法團校董會 章程所規定的校董人數上限的百分之六十 原來是這樣 那如果法團校董會裡任何一個類別的校董出現空缺,應該怎樣做? 法團校董會如果因為校董席位出現空缺而令到它的組成不符合章程的規定 那個法團校董會即是沒有維持完整,應該盡快填補空缺 根據教育條例第40AU條例 法團校董會需要在組成不完整的情況起計三個月內填補有關空缺 一般來說,如果法團校董會不能在指定期限內填補空缺 可以向教育局申請延長有關的限期 如果個別學校的校友會因為實際的情況或者需要 而未能進行校友校董選舉或者作出校友校董的提名 法團校董會應該通知教育局有關的情況 教育局就會按需要提供適切的跟進